嘿朋友们哈喽啊 最近全新的Stable Diffusion 3模型 着实又火了一把 许多新来的朋友可能会问 Stable Diffusion 3模型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特别是那些 从Mid Journey转过来的小伙伴们 Mid Journey的可控性确实不错 但一接触Stable Diffusion就发现 哇塞 这模型也太多了吧 而且动不动就好几个机 我到底该选哪个呀 别急 这期表V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超级棒的网站 Sacker AI 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模型种类 提供大家下载使用 还支持免费模型线上出图 让你在下载之前 就能体验到模型的效果 是不是很赞 网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描述里 和置顶评论当中 我可太喜欢订阅加收藏啊朋友们 好话不多说 咱们打开Sacker AI的网站 那英文有压力的小伙伴呢 同样还是提前打开翻译 现在我们点击右上角的登录 Sacker他是支持Discord和Google登录的 我们就用谷歌账号来登录吧 点击继续 登录成功后 等页面跳转之后 就可以看到在这里 可以免费使用的所有模型了 Sacker AI为这些模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不论是摄影 插画 设计 动漫 还是游戏 动画 3D手绘这些 Sacker AI基本都涵盖了市面上的主流AI模型 浏览之后可以发现 Sacker AI提供了众多目前热门的 Stable Diffusion 3模型 你可以选择下载模型 或者直接在线上运行 你巴拉巴拉一大堆 能不能快点演示一下 我都快等不及了 OK 下面小D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Sacker AI这些模型出图的效果怎么样 那我们先来找一个看起来比较真实的模型 来生成一下看看 这个看起来不错 可以看到这个写实小麦橘子 是基于Stable Diffusion 1.5来制作的 在模型的介绍页面的上方 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版本 目前最新的版本是V7 右边还有之前的老版本 点击运行模型 我们就来到了Sacker AI的工作台 在最上方呢 是Sacker的一些功能选项 有局部重汇啦 高清放大 移除背景 一键消除多除人物和物品 智能裁剪等功能 那在最右边这里 Sacker AI每天免费给用户提供200个积分 用不同的模型出图消耗的积分也不一样 这一点和小V之前推荐的Tensor 2类似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小V的这期视频 Sacker AI还提供了更高级的付费套餐 付费用户有很多精品会员专属模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合适自己的付费套餐 当然不想付费的小伙伴们 每天200个积分也可以愉快地玩耍啦 你再不开始演示我可要关掉了 好好好 演示工作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吗 OK 工作台左边画廊 这里是Sacker推荐的一些模型成品图 大家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模型 在这里随时添加到工作台来进行操作 那右边产生 这里是一些模型的基本参数设置 比如输入提示词 添加参考图片啦 采样器的选择与调整啦 以及脸部与手部的修复 还有图片大小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调整参数的增加 生成图片所需要的积分也会增多 好 我们现在来输入提示词 一个女孩坐在椅子上 穿着裙子特写 面对镜头 身后是户外草地 下方的各项参数都保持默认 图片大小我们选择这个 数量呢 选择两张 然后点击生成 很快 大概不到一分钟 图片就生成了 按住Ctrl加鼠标滚轮 放大图片来看看 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模型 对于提示词的理解 还是很准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 大家应该发现了 小V 这里用的是中文提示词 这就说明 Shacker的模型 对于中文提示词 也是毫无压力的 这个厉害是挺厉害的 但我是做电商设计的人 像这个我用不到 有没有专门针对我职业的相关模型啊 OK安排 你只需要在左边画廊 这里搜索电商 下面就会出现很多 关于电商的模型 选择你需要的模型 图片下方这里 可以看到生成这张图片 所用到的提示词 还有参数设置 好 我们添加进来看看效果 图片生成啊 效果是不是非常不错 如果图片不符合你的要求 你还可以进一步的细化 这个提示词来重新生成 直到你满意为止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想要什么样 风格的图片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搜索 或者选择你想要的风格模型 然后添加进来 来做出不同风格的图片 是不是特别方便呢 你讲了这么半天也没有演示 Stable Diffusion 3模型到底怎么样啊 别急 现在小V就拿Stable Diffusion 3模型来演示 看看它相比Stable Diffusion 1.5 到底有什么差别吧 好 我们回到首页 在分类这里选择SD3模型 我看到啊 这个Laura SD3的模型 我已经不能分辨是真人还是AI了 我们就用它来演示一下吧 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它这里提示我们采样器需要选择 Ola OK 我们点击运行模型 进入到工作台页面 就给一个简单的提示词一个女孩 然后设置我们就不动 采样器确定是Ola 好我们点击生成 怎么样 大家觉得SD3模型的效果 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有了这个工具 我岂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 还有王法 还有法律吗 没错 Sharker AI提供了各种各样的AI模型 涵盖了从图像生成到视频生成等多个领域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适合的模型进行创作 大家可以将自己的创作分享到社交媒体 展示自己的作品 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反馈 同样印证了那一句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不会被AI取代 取代我们是那些会使用AI工具的人 对吧 没错没错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觉得有帮助 狠狠地来个订阅 点个小铃铛 支持我的工作 我会为大家推荐更多更有趣的工具干货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